世间公认的最难处的关系 相信婆媳关系排比是第二的话 没人敢排第一 婆媳不和 事实不少人提起就摇头叹息的问题 有多少夫妻还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离婚呢 当然明星们和我们一样 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整天为了婆媳相处焦头烂额 对某些明星夫妻来说 也是常态 赵丽颖和冯绍峰就是典型的以喜剧开场 而以悲剧收场的婚姻 在结婚前冯绍峰的话言巧语 让赵丽颖觉得心花怒放的 结婚后却发现冯绍峰根本就是离不开自己的妈妈 身为一个男生完全没有主见的 什么事都要妈妈给他做决定 妈妈说的话都一定要听 不听那就是对不起妈妈 就是不孝顺妈妈 这不就是典型的妈宝男吗 还记得冯绍峰的妈妈在他读书的时候就警告过他 千万不能早恋 那时候的冯绍峰是很妈妈的听话 但是在他出来拍戏后 他教过的女友多到都可以组成团了 之前不敢谈恋爱 现在大胆的一个接着一个 似乎是想要填补那段被妈妈限制的感情 能和赵丽颖走到一起也是超过了网友们的吃瓜范围 虽然是合作过几部戏 但是冯绍峰花花公子的头衔在圈里可是出了名的 花边新闻甚至比他的作品还要多 为什么赵丽颖会喜欢他呀 很多网友都想要赵丽颖擦亮双眼 那时候知否还没有播 在一些绯闻袭来的时候 赵丽颖的粉丝第一个站出来抗议 哪知在知否播出的期间 他俩倒是很速度的连证都领了 但是这次粉丝们没有过激 毕竟知否的播出 大家都很羡慕顾二叔和明兰的爱情 有了顾二叔的滤镜 粉丝们开始把不看好改为祝福 谁知这段感情才走到三年就草草结束了 还有了一个儿子想想 曾经冯绍峰在节目上发过牢骚 那就是他有意无意地说出了自己没有戒指 老婆赵丽颖没有给他买戒指这些话 这时候有人会说赵丽颖怎么这么小气 连戒指都舍不得买给老公吗 可是网友不知道的是 冯绍峰连婚礼都没有给赵丽颖办 粉丝们等了三年 觉得是时候补办一个成大的婚礼给赵丽颖了 谁知等来的不是婚礼 而是离婚的消息 有人说赵丽颖和冯绍峰的离婚 很大程度离不开婆媳问题 确实和妈宝男生活在一起一定会很累 于是赵丽颖被问 是因为婆婆才离婚吗 赵丽颖的回答 网友心疼不已 算是尊敬婆婆 把所有问题揽在他们自己身上 她说因为拍戏常常不着家 至少离多的原因 难怪网友会替赵丽颖感到心疼 离婚后的赵丽颖依旧非常体面 没有说前夫家的任何一个不好 他们的婚姻问题也只有他们当事人最清楚 还是希望赵丽颖能够在余生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那么大家喜欢赵丽颖吗